伊丽夏的先生 目前您看 您刚才披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也就是说中共为了制造所谓的极丹主义 它自己去搞一些维稳来扮演 这个所谓的东什么伊运 就是说好像是这本来就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它为了去说服国际社会去演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还似乎我们的意料 就是说这个好像感觉也没什么路可走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目前中美之间这个关系 特别是中国已经被西方国家识破 那么目前来说国际同盟正在围堵中国 实际上美国把中国也视为它最大的这么一种战略上的对手或者敌人 那么按您所说对伊斯兰 目前塔利班的崛起 对维吾尔人维吾尔族是一个灾难 那么我们反过来说 对中共是不是一个福音呢 如果您站在一个世界的视角 您怎么看 对维吾尔人是一个灾难 但对中国不一定是一个福音 他在他为了对付维吾尔人 他可能会和塔利班做这种交易 但是呢塔利班 我昨天就写了一个推 塔利班和中共呢是一个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主义 就像三十年代的纳粹和苏联共产主义一样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纪录片上说 希特勒第一次派这个Livantrop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 要签订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 斯大林正在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面 有一部分有一个片段写的就是希特勒说 不要忘了目前统治苏联的是一帮共产主义的吸血鬼 这些人全部必须从地球上扫除消灭干净 也就是说斯大林读着这个 但是他还是和希特勒签了协定 为的是什么呢 签完协定斯大林说对他周边的摩洛托夫说 你看我们把德国搞定了 现在希特勒会攻击欧洲 我们就让资本主义和极端纳粹狗咬狗 然后他们消耗完了 我们扩大共产主义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 希特勒并没有把全部资本主义消灭了 反过来现在攻击苏联 然后让苏联付出的代价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斯大林几乎是如果不是美国帮助英国帮助斯大林 可能那场战争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 也就是说极端主义能走到一块 是因为他们暂时的一部分利益 他们可以走到一起 但是长远的这种极端主义两个都是排他的 共产主义认为他是唯一的在地球上掌握真理的 那么塔利班认为他们是掌握了真主的这种直接的旨意 那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代表造物主行使权利 所以任何不信或者是不遵守塔利班规矩的 都是可以被消灭的敌人 就包括中国 那对中国来说是对他来说 作为共产主义 像塔利班的这种精神鼻祖是埃及的 Said Kutub 他有一本他有几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就叫 路标 那么在路标大家看的话 那里面就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 Said Kutub写得非常清楚 共产主义是伊斯兰最大的敌人 他是把人当成了动物 他是把人和造物主分割最远切割的一个主义 所以要消灭共产主义 所以塔利班要消灭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的党章里头写着 最后要消灭宗教 因为他是精神养电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极端相互排斥的 那么这样的两个组织走到一起 他只是因为目前的一个利益 一旦塔利班站住脚 他可能也会对中国构成威胁 因为塔利班站住脚 必然给中亚带来很大的变动 包括中共在巴基斯坦的 包括在中亚的这些一带一路这些项目 很难保证不会成为塔利班 暗中支持的各种极端主义的目标 所以他不是中国的福 从这个角度讲 美国撤出阿富汗 因为塔利班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一种战略的威胁 但中国会 所以美国我也理解 美国撤出那是为了要对付中国 全心全意 那么从长远对我们维吾尔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多长时间我们能坚持多久 这又让我忧虑 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 作为维吾尔人 我忧心忡忡 但作为美国人 我可以理解他的长远就是为了对付中国这个极权主义 那么一旦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被 如果能够把这个极权主义消灭了 那我相信像塔利班这样的小的 很容易就对付了 那么从这点上说 中国并不是中国的福音 他只能是中国也是对他的一个威胁的开始 因为塔利班是一个没有人能够驯服的一个完全驯服的 尤其是一个和他意识形态下极端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不可能完全能够和塔利班保持长期的关系 巴基斯坦能够控制塔利班 和塔利班达出一顿 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部门 本身就是和塔利班抱着同样的想法 他们认为在中亚他们可以展开这种伊斯兰 原教旨的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 他应该回到最原始的伊斯兰这种信仰等等 那么这种想法使得共同的想法使塔利班可以和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基斯坦其他极端组织走到一起 但他和中共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塔利班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像共产主义这样 我反对宗教信仰的极端组织 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共产党的目标呢 最终是要消灭伊斯兰这样的信仰 基督徒也基督教也好其他的信仰 那么所以你说塔利班不了解中共正在做的那些 拆毁清真社粉烧古兰金 不让维吾尔人回族人去清真社 他们不知道吗 我想他们也了解他们也看新闻 他们都拿着手机都是苹果的我看了 那么他们也了解 但是他们为了现在占助政权 所以要和中共合作 也可能会给中共帮忙争议治愿必治愿 让他制造就像我讲的一样的假的 假冒的这种东土决斯坦运动 但是呢从长远 我觉得对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也好 各个方面呢 塔利班最后也会构成他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而且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直接的利益 所以从这点上 我从来不认为这两个极端组织能走很远的路 他一定会像苏联和纳粹一样 最终出现冲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另一个可能会对中共造成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的一个例子 讲到这个的时候 刚才张杰雄讲的这个 就是说 中共在阿富汗制造东土决斯坦运动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张杰雄看过没有 我在石河教书的时候 在图书馆里头发现了一本书 讲的是北京 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前因后果的书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的书 那么那本书里头讲到天安门那个四五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可深了 76年的时候那个四五的时候 当时说一小作 什么阶级敌人 攻击解放军 攻击警察等等 那么在那本书里头就讲 当时呢 是北京市公安局从上海调了一批公安 让他们装扮成北京的那些工人参加那个示威 然后他们把领章帽回带到衣服里面 最后呢 他们先袭击的解放军和警察 烧毁了一辆车 当北京开始说暴徒暴动 然后镇压的时候呢 警察过来拿打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亮出衣服里面的领章 那他们就知道是自己人就不打了 就说中共玩这种手腕是高手 一直就在利用这种自己制造敌人 然后再以这个制造的敌人为借口去镇压民众的反抗 所以这个不新鲜 好好读一下中共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历史 如果有人感兴趣应该读这本书 我建议把这本书好好读一下 了解塔利班最好的一本书 我看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